四合院为什么那么出名? 北京的四合院之所以文明,不止因为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形式,主要是因为它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。 北京四合院自元代建都后开始大规模修建,忽必烈的谋臣刘炳中将儒家思想融入了城市规划之中。 经过长期的发展,四合院逐渐完善,按照主人社会地位的不同,大门可分为王府大门、广量大门。 金筑大门、蛮字门、如意门、墙园门等。 门内还设有一个叫做隐蔽的石碑,能够阻挡外人一眼把院子看通透的视线。 四合院内四面房屋各自独立,彼此之间又有走廊连接,在里面生活非常方便。 封建社会,四合院大多为大户人家居住,建国后很多独门独院的居民将多余的房子出租, 四合院开始变成多户杂居的大杂院。 在现代的城市规划过程中,传统四合院也面临着保护和发展的矛盾。 作为千年古都,过去的天子脚下,北京城,从明居到府邸都是传统建筑的巅峰代表, 从布局到朝向,从形制到结构,他们谨守官方颁布的规矩。 其中,最能体现这种规矩的便是如棋子般排列在街道中的北京四合院。 四合院的规矩由来已久,明朝时出现严格的建筑等级制度, 四合院开始分为宫室、王府、百官、庶民寺等。 各级按规定建房,清朝,为凸显尊卑,在严习明代旧制基础上, 对四合院的门、房、屋顶做了更详细的规定,各级不可一致。 历经两朝,四合院在规矩中趋向完整。 四合院由四座房屋为和而成,院以静为单位, 如有一个庭院称一静,有两个庭院则称两静, 以此类推,可以有三静、四静、五静甚至是十三静的四合院。 除纵向生长外,四合院还可以横向发展, 称为跨,如东跨院、西跨院。 大大小小的四合院形态不一,却遵循着相同的规矩。 首先是四合院需遵守的最大规矩, 明代划分了明、官、王、公四个等级。 百姓大都住在一至二静的明级四合院, 品官豪生则居住在三至五静的官级四合院。 级别更高的王府进攻皇室成员居住, 规模庞大、规至严明。 如纯青王府,坐北朝南,占地四万平方米, 东部府邸三跨五静院,殿堂林立, 西部花园,山环水绕,举进通幽。 级别最高的宫师四合院便是故宫。 端门为大门,太和殿为正宝,太和殿广场为庭院, 其内又包含众多大大小小的四合院, 组合成一座四方之城,金碧辉煌,气势恢红。 从王宫到明居,不同形制的四合院各有千秋, 人们在这里平稳地度过一生。 北京四合院布局讲究心态规范, 门开东南,中轴对称,是其遵循的基本规矩。 门开东南,指大门开在东南角, 宫水上东南为汛,属吉位, 寓意吉祥如意,裁员广进。 王府皇宫除外,大门开在镇中, 中轴对称,指镇房穿过中轴线, 两侧建筑对称分布。 依典型的三进四合院为例, 从东南角进入大门,便是第一进院, 这里设倒座房,又与南仆客人居住。 往里需经过分隔内外院的二门, 一门上安垂帘柱,也称垂花门。 从这里开始,男性止步,女眷不外出, 即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。 第二进院是四格院革新区域, 镇房地位最高,因中为尊,由宅主居住。 两侧厢房地位次直,晚辈居住。 二房设于镇厢房两侧, 做仓库书房之用。 中心庭院作为歇息场所, 设石桌石凳,种草木花果, 闲时家人在此共聚谈笑。 第三进院设有后照房, 因地处隔院的最深处, 多用于女眷女佣人居住。 从大门到后照房, 一座仅尊规矩建造的三进四格院, 完美地呈现在眼前。 布局规整,功能明确, 四格院的对称美在此得到体现。 大门彰显主人身份, 依房屋等级不同, 形质也不同, 这是四格院遵循的最明显的规矩。 王府使用最高等级的王府大门, 正门五开间, 三间起为大门, 两侧为门房, 上副琉璃网, 是由雕刻龙凤花鸟的雀体。 仅次于王府大门的广量大门, 是高级品官府地使用的, 门飞开在中柱间, 门洞近身内外一致, 低级品官府地则使用金柱大门, 因门扇开在金柱间得名。 较广量大门相比, 门飞外移, 门洞内身外浅。 无官职的富商大谷, 多用满子门如意门, 满子门朴素无华, 如意门精致秀丽, 门飞安装在前沿柱。 普通百姓多用小门楼, 两侧不设柱, 以山墙与墙体相接。 门飞尝试门帘, 体现了宅主的素养与追求。 大门的规矩, 让人们站在门外, 便可知小宅院的前世今生。 四合院房屋形制受官室规矩, 严格限制, 不可预制, 成为最严格的规矩。 树民房舍正房开间不过三, 品官府地不过五间, 且都不可使用斗拱。 王府镇殿五至七间, 为皇宫可以使用九间大殿。 房屋大小也有规矩, 正房因地位最高, 高度体量为院中之最。 厢房、护照房、 倒座房、尔房依次降低。 此外, 屋顶形式也有严格规定, 官室建筑多采用五殿顶、 仙山顶、 攒间顶等。 品官府地百姓住宅, 则采用硬山顶。 从大门到屋顶, 繁多的规矩堆砌出 不色不香的北京四合院。 在规矩的限制下, 四合院尊碑有序, 内外有别等极严敏。 居住在院中的人早起请安, 见面称宁, 办事留念。 人与建筑在规矩中浑然一体, 四合院成为一座和谐之城。 随着王朝崩塌, 四合院行制的规矩烟消云散, 但其内蕴含的礼仪之规 融入了华夏民族的血液, 传承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。